诸位可曾想过 当我们在交友手机的软件上寻找另一半的时候 无数双隐藏在暗处的眼睛正在将我们视为带来的羔羊 最近引起热议的王妃新纪录片Tinder诈骗王 就为我们揭秘了一起跨国的杀猪盘人案件 小丽是一个来自挪威的小任姑娘 迪士尼童话电影贯穿了她的童年 也塑造了她的爱情观 其中对她影响最深的就是美女与野兽的故事 她幻想着自己的伴侣 也能像野兽一样的深沉 专一背负着秘密与痛苦 等待自己去用爱来解放 这一天 小丽在手机里滑到了一个名叫西蒙的男人 对方有英俊的长相 生活也非常的丰富多彩 时而翱翔蓝天 时而出席商务会议 她的社交账户不仅粉丝众多 还展示了更多她刺激奢华的生活 更是显示 她从父亲手里继承了家族企业 一家钻石公司 这个男人完美符合了女孩对于伴侣的想象 两人很快疲惫成功 同样身处伦敦 他们两个人约定了见面 小丽来到对方所住的四季酒店 奢华的环境 让她既是紧张又是兴奋 西蒙不仅长相帅气 而且谈吐不凡 毫不掩饰自己的家庭背景 直言 父亲是一位钻石国王 对于感情经历 她同样很坦诚 离异以后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女儿 现在在渴望了一段新的亲密关系 小丽简直就不敢相信命运的安排 这个男人就是自己想象当中的野兽 还是已经自带了颜值和财富的那一种 而随后 西蒙更是提出 要邀请女孩乘坐私人飞机 一起飞往保加利亚 此时的小丽 早已经被爱情冲锋了头脑 自然是一口答应下来 在机场 除了早已经等待在那里的机组人员以外 她还见到了西蒙的前妻和女儿 以及 高大威猛的保镖 彼得 这一切更是佐证了西蒙的身份背景 这一次 第一次乘坐私人飞机 小丽自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机动 在旅程当中拍摄了不少视频 还把这一段浪漫的邂逅 分享给了闺蜜们 尽管说 有朋友为她的安全所担忧 但此时 小丽已经处于上头的状态 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而随着朋友们在谷歌搜索 也证实了西蒙的家族的确是背景雄厚 他们也更加相信 好友的确是遇上了一位货真价实的王子 抵达保加利亚过后 西蒙安排人送女士们和孩子前往酒店 从她前妻那里 小丽又一次听到了更多的正面评价 当晚 她和西蒙度过了浪漫的一夜 却发现对方身上有不少伤痕 西蒙解释 自己曾经在南非遭到背叛 被陷害入狱 由于自己是犹太人 于是在狱中遭受到了折磨 这段危险的经历 更是让小丽对她又是崇拜 又是心疼 很快 她结束旅程回到家里 她本以为对于条件优惑的西蒙来讲 一切只是一段露水情缘 可没想到 对方却给了她热烈的回应 直言 自己也是在寻找一段严肃的恋爱关系 这之后 尽管说西蒙仍然是满世界忙碌 但她却体贴入微 总是事事报备 还不时送上惊喜礼物 有一次甚至在凌晨的三点 飞到了小丽家乡来陪伴她 随着确立了恋爱关系 西蒙坦白了更多的事情 表示自己正在做一笔价值七千万美金的大生意 然而机会总是和危险并存 最近她时常遭到危险 然而这些危险 反而坚定了小丽陪伴 以及守护男友的心意 很快 西蒙提出了同居的请求 两个人不谋而合 西蒙受宣给小丽每月1.5万美元的预算 请她帮忙在伦敦寻找公寓 这更让小丽有了女主人一般的感觉 然而好景不长 某天深夜西蒙给她发了两条简短讯息 流血 保镖 彼得受伤 小丽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随后两个人进行了视频通话 在那头 保镖 彼得 流血布置 正在救护车上治疗 西蒙的衣服上也沾了不少血迹 不过西蒙还是安慰她 现在已经没事了让她早点休息 此日西蒙又发来信息 表示安保团队禁用了自己的信用卡 因为敌人会根据消费记录来定位袭击 于是就请求小丽将自己的卡先借给她用一下 尽管说有一些犹豫 但小丽还是照做了 西蒙要支付整个团队的奢靡消费 现在这些负担全都落到了这个女孩的头上 卡额自然很快就被刷完 而且这些高额的一国消费 很快就引起了银行注意 他们停掉了信用卡 小丽则不得不去和银行沟通 谎称这些消费都是自己所进行的 并且让他们赶快将卡解冻 此外为了提高卡的限额 西蒙还索要了她的护照信息 为她在钻石公司办理入职 给她开举了工资单 让她去跟银行证明 自己的确有能力去偿还这些高额的超前消费 当然女孩从始至终都没有收到这些工资 或许是因为被筹集追杀 西蒙在关系当中已经开始有些心不在焉 甚至开始放小丽鸽子 更要求她和自己一起清空社交账户 而这一切的理由都是为了所谓的安全 到了某天 西蒙再次要求她一起飞到阿姆斯特丹 并让她带来2.5万美元的现金 小丽终于开始慌了 她追问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现金 如果真的无法按时偿还 又该怎么办 而西蒙只是回复她 一切都是为了安全考虑 并安慰她 一切都尽在掌握 最终 女孩用各种的小额贷款筹到了钱 并飞往了西蒙的公寓 然而就在他们见面后的几个小时 保镖彼得就打来电话说他们又一次被盯上 要求 关上灯并等待安保团队指示 在天天交代的等待过后 西蒙最终拿上钱贷离开 飞往了斯德哥尔摩 然而她根本就不是为了去那里躲避什么仇敌 而是用小莉的钱去花天酒地 刚也落地 她就联系上了同样在Tinder上认识的女孩佩尔 佩尔自诩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 她希望伴侣和她一样有激情 分享生活的乐趣 在看到西蒙的资料后 立刻就觉得这个富有冒险精神的男人 和自己非常契合 两个人配对成功 西蒙还用着同样的套路 邀请她来自己所住的豪华酒店约会 剩下的便和小莉几乎遭遇了一模一样 这天在从小莉身上骗到钱以后 她就立刻来到瑞典 邀请佩尔参加她的派对 刚才还假装自己身处危险 意恋凝重 此时身边却坐满美女 保镖彼得也是纵情声色 当然这些消费全部都是由小莉来买单 派对次日早上 佩尔给西蒙发去问候 而对方此时已经飞到了希腊 在那里 她已经结交了新的模特女友 还邀请她一起过去度假 然而就在他们挥金如土的同时 小莉已经被众多的催款账单压得透过气 她多次尝试去联系西蒙 终于对方回复 让她去阿姆斯特丹见面 在那里 西蒙的态度非常冷淡 给了小莉一张高额支票 足以偿还她的所有债务 然而 当女孩回到伦敦以后才发现 这张支票根本就无法兑现 当她再去询问的时候 西蒙只说自己已经给了支票 让她不要再来纠缠 如梦出行的小莉 赶紧联系了运通银行 将一切全盘托出 调查人员则告诉她 这个所谓的断尸王子 其实是一个诈骗惯犯 她用同样的套路 诈骗了很多女性 让她们背上了巨额的债务 得知真相 小莉几近崩溃 她拉黑了西蒙 并且回到挪威 与家人共度难关 然而这个骗子 却又打来电话 威胁她不准报警 作为受害人 小莉感到非常的恐惧 因为这个男人 掌握了她的身份信息 甚至还知道自己家人的住址 她不知道对方 会做出怎样的过激举动 在惊恐与债务的压力之下 她住进了精神病院 而与此同时 西蒙还在教导法外 估计重施 又给佩尔发去了 那些所谓的 预期受伤的照片 并恳求她 再借自己三万块钱 佩尔毫不犹豫的 把自己准备买房的钱 都打了过去 后续 她又陆续通过贷款 借给了西蒙更多的钱 一周过后 西蒙给她发了一张 十万美元的银行转账图 这远多于她的欠债 说到截图以后 佩尔欣喜若狂 感谢了好友的慷慨 可是随着时间流逝 这十万美金 却迟迟没有到当 而此时 一条私信 更让她的心 跌落故地 原来 冷静下来的小丽 将这件事情 举报给了挪威 最大的一家报社 并且希望通过他们 保抗此事 阻止西蒙的恶行 还将自己收到的一篇 相关文章 发给了记者 上面赫然显示 早在15年 就有三名分类的女性 被她查骗 西蒙被告上法庭 最终只是判了几个月的监禁 而最肥所思的就是 其中一位受害者 就是西蒙的那位 所谓前妻 正是她的站台背书 才让小丽 进一步卸下防备 这个之前 还站出来指正的女人 前来又和犯人 站到了一起 帮助她 炸摇撞片 不得不去感慨 西蒙是有多么的 惠惑惑人心 记者们则顺藤摸瓜 找到了西蒙的 以色列老家 然而母亲却说 西蒙早就改了名字 和家里断绝关系 她将自己的姓氏 改得和那位钻石大亨一样 并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 而当地警方也表示 这个男人从十几岁 就开始诈骗 遭受多项通缉 然而 由于她行踪不定 抓捕的难度很大 记者们也发现 西蒙总是周旋于多个人之间 编织所谓的彭氏骗局 她用A的钱 去给B转账 或是支付消费 这样警方就很难追踪 她本人 或是抓住任何的把柄 记者们 决定从这些被转账的人 去着手来追踪 他们在网上 检索到了Pair的社交账号 并私信告知了西蒙的真实面目 还将相关报道也发给了她 收到私信 佩尔如坠冰窟 立刻将报道发给了西蒙质问 西蒙则解释 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敌人在污蔑 试图从她那套取情报 然而 佩尔此时已经彻底清醒 决定配合记者拍摄曝光西蒙 然而 就在酒店的门口 西蒙发现了偷拍记者 随即拉上佩尔飙车逃离 尽管说非常害怕 但佩尔还是激励的冷静下来 顺着对方的谎言 询问是否是有敌人来袭击 并装作害怕被其连累的样子 让她先放自己离开 回到家后 她当即去典当行检验了那只表 意料之中 这是一只假货 她联系了西蒙 并在电话里向她摊牌 回应她的自然 是谩骂与威胁 随后 佩尔和小丽合作 两人参加了很多节目 去曝光西蒙的真实面目 引发了空前的关注 其中 不乏一些受害者的 有罪论声音 许多人嘲笑 但他们还是很坚硬的 要继续曝光 以避免有更多人被骗 很快 有不少曾经的受害者 也受到鼓舞 纷纷站出来揭露 这个男人过去的罪行 其中 不只有女性 还有老人 甚至是年轻的夫妇 而在 看到报道的读者当中 有一个很特别的人 那就是西蒙的女友之一 艾琳 和其他女孩一样 她也和西蒙相识于社交软件 两个人交往了11个月 看到报道以后 她立刻质问男友 对方 自然是各种的 借口 而企图哄骗艾琳 借给她更多钱 去渡过难关 冷静下来以后 艾琳意识到 自己已经借出去了不少钱 不如将计就计 挽回些许损失 她假意相信了西蒙 并利用自己在时尚界工作的身份 劝说 对方将那些名牌服饰 交给自己 去出售变现 西蒙答应了以后 还特意发给她一张银行卡 用来转账 上面写着她最新的假名 很快 艾琳带着三大箱衣服 火速逃了这个骗子 挽回了些许损失 意识到 被骗的西蒙 切得破口大骂 然而很快 就又换了另一副嘴脸 开始哀求艾琳的帮助 发了自己很多 正在吃剩菜 住廉价旅馆的照片来装可怜 然而 艾琳并不为所动 某天 她又要求 艾琳帮她买一张 去往西拉的机票 艾琳寻问她的目的 可知这条信息 一直没有被阅读 敏锐的女孩意识到 手机不离手的西蒙 会不读信息 一定是因为此刻 已经身处飞机上了 她立刻检索了 对应这个男人 掉线时间的航班信息 连同她目前使用的假名 一起发给了国际刑警 最终 这个男人落地以后 立刻被逮捕 然而 她只是因为 在家乡以色列的犯罪 而被判处了 15个月的监禁 拼在5个月以后 就顺利出狱 而配合她演戏的那些演员 更是全都逃过了惩罚 出狱以后 这个男人依然保持着 之前的奢侈生活 甚至交往了 新的模特女友 开办了自己的商业网站 提供咨询服务 仅仅入会 就要交纳几百美金的会费 现在甚至还签约了 好莱坞经纪人 准备上一档真人秀节目 受害人们 则依然背负着巨额债务 女孩和记者们的勇敢决绝 最终 还是没能换来 惩恶阳山 只不过让诈骗王 变成了流量王 这起 杀入盘事件的结局 非常让人唏嘘 但如果我们稀稀回想一下 其实西蒙的诈骗手段 并不算得上有多高明 他对每个受害者的套路 几乎都差不多 只不过是重复着 你很特别 我想多多了解你 我寻求认真的关系 想和你结婚生子 这样一类的话术 甚至 连那些虚传微软的视频 都是一模一样 一件转发 他的虚伪和冷漠 简直就写在了脸上 然而女孩们 依然对此神行不已 这并不是因为 他们拜金或者愚蠢 而是因为 他们已经被刻板的 婚姻观念 所驯化 洗脑 当西蒙带着 王子的光环出现的时候 即管说 她的假人设 非常的粗糙 单膜 但女孩们也立刻沦陷 丧失判断 这其中 最典型的就是小丽 从小看 迪士尼电影长大的她 对公主 王子梦 有日近乎片子的追求 因此 因为那些故事 都在告诉她 女孩的终极目标 就是嫁给一个 帅气多金的王子 而且 要无私付出 用爱情去感化男人 这些童话 把她叫化成了 爱情大过天的恋爱脑 系谋装不下去 逐渐掉皮的时刻 她还秉承着一颗圣母心 去自我欺骗 给对方开脱 对于 这些受害者们 我们应该抱有同理心 更要以此为戒 一段健康的关系 不应当让我们去失去 对自我的关注 如果说 在爱情当中 感到了痛苦与不安 或许 就到了该 果断选择 离开的时候了 我是书给朽木 感谢您选择又为一期 虚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